大家好 我是小林 鎖定小林的爱情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话语消息 这个视频给大家交作业来了 就是说说 课完名价习近平这篇文章 前几天就反忽有网友说 哎呀怎么不聊聊这个事情 当时我没在意 是怎么怎么回事呢 我当时我就看标题 客观评价习近平 我一看我是不是喜帝 这标题是不是喜帝 什么客观评价习近平怎么回事 就一看标题我就不喜欢 不是我了路子 这都到分这份上 客观干嘛 你客观想干嘛 客观评价中国共产党 客观评价擦擦擦擦 我以为这玩意儿是不是 来个文章 其实是想捧习近平 还是想洗地 还是想怎么回事 我一看是不是搞李东克 我看了没看 看了没看 后来陆陆续续和很多博主说了这个事情 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不单只是没有捧他或者没有洗地 整篇文章里面散发的那种就是要批斗我习近平的意思 就像那个里面充满的那个李锐 大元老的 我们肉学在想到这文化程度这么低 小学文化 小学没有毕业 还充满这种色彩 现在我内容我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我定个信 给测试事件定个信 大概怎么回事 然后如何看待 这个毫无疑问 这个文章能吵起来 它就是有意义 能够让这么多人转发 能够推动这个东西 那本来就有意义 你想想 比如我吴端端开个频道 我有时候也有包 对吧 那这个不一定能吵起来 对吧 这个东西能广泛传播 那代表后面就是有力量 你甭管这文章谁写的 而且很可能 一般人也没这精力 你想想吴端端写个四万日 也是也不带稿费的 也没有版权 很可能 确实就是有人了 后面就是有人了 而且文章里面大家都知道了 它不反共 就这个文章的立场 能够广泛传播 代表两股力量 现在一股力量 国内的反习势力 反习势力真实存在 不要开玩笑 就像最近周江勇 你走资本主义道路 你道路不对 打过这么多官员 这些全反习派 很多的 比如之前 很多的什么公安部部长 妻子高歌 反正这些都反习派 都反习派 他们有足够的理由 而且有一定能量 组织 就是体制内 反习的大有人在 比如令计划 令计划他几兄弟 你不是还在美国吗 有一些都还在美国吗 还在哪里吗 当然他这些都高度级密的吧 就是不是还有一些兄弟吗 这些大家都知道了 贾跃亭那条线吧 这个都公开的 到最近 你看很多抓金融系统 抓了很多经济领域 方方面面 你以为那个 余敏洪 新东方 很多 比如这老板 我看 比如那个潘石屹 潘总 那么 也是恨得牙痒痒的 这个也正常 你说他心里面有没有点恨 恨得牙痒痒 包括任志祥 包括蔡老师 这些都明显党类出来 这都很明显 最近已经积攒了很大的一部分 体制内的能量 对习近平非常不满 蔡霞也是三番四次表态 党类很多人 对习近平非常不满 这都明白 明白 最近都抓了很多什么蔡厄生 什么银保监会里面系统的 什么说他退额不休顶峰作案 我留意到金融系统搞了很多人 最近 说他严重 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说蔡厄生 原银监会党委委员 他也不是说他受贿 说他政治上彻底蜕变 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严重污染金融领域政治生态 政治战队问题 很多小的信息经常 你单独一个这么小一个信息 你不要报 而且不热点 说出来没人听 看到就是党类 其实跟习近平不同调 一直在打打了很多的官员 他打的官员全部都跟他不同 还有就还有一波势力 就是海外西方社会 就党类的这些人你说的 他他里面也是比较肯定 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 所以就是去把习近平去掉 恢复着中国共产党走回原来 改革开放道路 这是一个 所以他的立场就是去习 蔡霞一直说的也是这条路 去习 然后共产党就改过来 是吧 然后还有个西方 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西方 其实广泛的也是个立场 因为这篇文章 基本上在美国之音也好 什么都好 它都广泛有人同 这代表着一种什么呢 什么心理呢 一种期待 大家明白 大家明白的心理 就是大家都在聊 其实大家就期待这个东西 就期待 觉得 哎呦把习近平去掉 然后 哎呀 就不折腾嘛 这个 其实就很多人也这么想 包括 正常人都这么想 就这样也稳稳当当嘛 看到什么索罗斯 都在都在说 习近平你赶紧滚出 是吧 那那赶紧赶紧 就就中国共产党回回到 闷声发大财 罗斯已经几次发言 包括什么什么高盛投资 都是很明显 中国共产党活不下去了 在香港 在香港得罪一大批华尔街 在香港 在滴滴 几个事情上 华尔街也气得一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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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都比较 正常嘛 都比较正常嘛 就是大家的思路就是 你来个大革命 或者什么大家都不受影 干脆去习 中共共产党改良 这是大家都期待 其实这篇文章 恰恰是反映大家的心里 就是在期待这个东西 这是最稳妥的 大家都稳稳当当 就这样吧 大家回到说经济 但是 但是我最后我就告诉大家 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看现在这个形势 可能不是很乐观 因为以前像西方很多媒体 到党内 其实是不需要在墙外 这样去发这种信息 当党内的体制内的民主 它是有效的 以前是非常有效的 党内民主 还有一个政治协商会议 其实架构还是 就还是挺 还是OK的 就是 然后政协当时是 各种成分都有 什么周星驰也在 什么姚明也在 是吧 这挺OK的一个东西 然后综合起来 大家的意见都综合进去 如果党内的这种民主 体制内的 它沟通是畅通的话 这篇文章不需要出来 他们就自己沟通就行 以前你见过这些 什么美国之音 他需要这样去弄吗 不需要 当时美国之音还能够 在修宪的时候 美国之音还能够在 人民大会堂采访人大代表 那这是经典的一个视频 大家去看吧 各个人大代表都沙腿就跑 现在这个文章出来 其实又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信号 就是代表党内的这种沟通渠道已经没有了 只能的歪打 转个方向 现在很多都这样 包括墙内最近很多东西的推动 它都是墙外在发信息 然后包括清零 包括冬奥会 基本上都是墙外发信息 然后倒推墙内的一种反馈 现在都这个路子 就证明里面没法沟通 里面不好沟通 当然接近换界的 他可能各方面都在努力 努力一把 就是希望走回一条正路 但现在看到 我还是不是很理想 我估计不是很理想 就估计 跟你那个李悦 大家其实看回李悦 最后那个视频 现在他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 一样一样一样 没想到的小学文化 文化程度这么低 现在说什么他也不接受 没用 所以就都这样 所以就 还是很可能出现很悲观的一个结果 就是没办法改良 最后可能还要硬着路 就是大家期待的这种去习改良的软着路 可能没有办法实现 最后如果不能软着路 就只能硬着路 到这硬着路的过程可能都很长的 所以普通人最好还是赶紧移民 有机会有条件就移民 这硬着路的过程可能是很长的 你像以前三年三年大计划十年文革 他可能搞十几年他 一辈子就过去了 很多人的青春岁月都老了 一折腾一辈子 大半辈子 有黄金 那三四十岁 那黄金那十年 那就搭进去了 何必呢 那赶紧赶紧跑 赶紧跑 他硬着路 你以为那么那么快 一崩溃 然后改天换地 有时候一折腾就很久 一折腾折腾十几年 那不要这样的把自己搭进去 一般人最好还是赶紧跑 没有其他的 就是我自己的一点点看法 谢谢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当地分享 拜拜